我们先准备250克的面粉,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用135克的温水和面,大概7-80度左右 搅成絮状之后,加入15克的玉米油 然后再下手揉面 将它揉成一个光滑,稍微偏软一点的面团 然后将它移到案板上面,给它搓成长条 再分成6等份 取一小份,给它揉圆,像揉馒头一样 揉均匀 底部给它收一下,然后放在案板上面,给它搓成长条 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盘子,底部刷上一层薄油 再将搓好的面团放进去 表面也刷上一层薄油,盖上保鲜膜,洗面大概40分钟 然后准备两个西葫芦,清洗干净 用擦板将它擦成细丝 擦好之后,再往里面加入半个胡萝卜,也擦成细丝 再往里面调入比炒菜稍微多一点的食盐 搅拌一下,给它拌匀,腌制大概10分钟左右 腌制好的细葫芦会出非常多的水 然后将它放在砂布里面,将它的水分给挤干 再倒入大碗中 用筷子给它拨散 再往里面打入三个鸡蛋 加入胡椒粉 加入香油 再加入一点蚝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拌匀之后,非常的稀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两大勺的玉米粉 搅拌一下,拌至里面没有流动的蛋液就可以了 在案板上面刷上一层薄油 将饧好的面团拿出来,用手掌给它按平 然后用擀面杖像这样左右的推 再推成一个长方形 然后铺上馅料 用勺子给它摊平 边缘不要铺太满 再从一头像这样折叠起来 边折,边在边边给它按压一下 防止漏线 折得越多,层次就越多 底部像这样收一下就可以了 两边按压紧实 电瓶银预热,刷上一层薄油 再将做好的饼坯放进去 表面也刷上一层薄油,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来烙 大概7-8分钟左右 中间多翻两面,煎至两面金黄 饼边也煎至透明,变色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将用刀给它切成小块 看一下,层次非常的丰富 颜色看起来非常的诱人 这样我们的西葫芦鸡蛋馅饼就做好了 简单又美味 外皮带一点点酥 内里非常的柔软 层次丰富 老人和孩子也都非常的喜欢 舀一口西葫芦的鲜 鸡蛋的香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感兴趣的朋友也赶紧地试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先点个赞关注一下 我是阿鱼,拜拜